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榨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 身体中细胞发生突变后会不断地分裂,根本不受身体控制,最终形成癌症 癌细胞最怕人们做什么呢? 一怕良好的心情 不良的情绪,特别是过度焦虑、抑郁和紧张等会促进癌细胞滋生 如女性患有重症抑郁症,亦患乳腺癌且愈后极差 因此要保持良好心态,多和朋友和家人交流,这样能释放和缓解压力 二怕走路 经过研究表明,每天有30分钟以上的运动,患上癌症的风险就会降低 最佳的运动是走路 走路时需抬头挺胸,手臂时不时地挥起或手指抓手心 有利于局部按摩,同时愉悦心情 三怕 口味清淡 胃癌的发生跟不良的饮食习惯关系密切,特别是高盐饮食 因为食盐的高渗透压会损害胃粘膜,引起胃粘膜冲血水肿、糜烂和溃疡 同时也会引起胃粘膜坏死和出血,减少胃酸分泌,对胃粘膜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每人单日食盐,摄入量不能超过6克,不能吃经过亚硝酸盐处理过的食物,如午餐肉、火腿肠和腊肉香肠等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,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